這個系列是安全的系統 那我們分成四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這個停止線的感應 這個有一個停止線的感應 還有一個顯示板 第二個部分是這台車子 它上面有雷達 它可以用風鳴器來警告你 靠的前面太近 第三個部分是這個 紅玉燈的控制系統 還有第四個部分 如果你超限時 光亮會閃降 我們把它當作是一個取締的儀器 那我們現在示範 這樣有距離下它會這樣 那假如我把它推進 它會越閃越快 那假如在紅燈的狀態下 你超過了停止線 我們這裡會有一個紅馬燈 會跑出來 請你停止 那我覺得我們這個作品有兩個特點 第一個我們使用模組化的設計 可以讓它比較容易保養和維修 那第二個部分是 有時候你闖無燈 你是真的包 真的不知道我沒看到 那我們在這裡做一個顯示板 可以知道為什麼你被造像 然後 然後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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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移器跟 朝聖物 有做一個小掃子 看 它的 螢幕 會跟著 去做 閃爍 然後紅銀的也有很多配合 然後為了方便我們控制 他的燈我們用了按鈕去操控 現在超限時 我們的電腦螢幕的動畫 他也會依照紅線上 然後比以前那一條橘子線那邊的紅色 再跑滿的結束之後 他就會回到原位 那等待下一句的分寸 就這樣 你剛剛完了嗎? 對 那你今天是不是去後來做什麼 這個是我們要偵測他會超過這條停止線 那如果超過的時候我們會有風靈器和顯示板來警告他 那我們在電腦裡面用個Forgout來告訴他有人超過停止線 他會閃下 然後做一個取締的儀器 那你這個超限時用什麼東西 我是用這個紅外線的偵測 那你經過的時候 他就會有反應 你的情勢是說你在這個路口裡面 你是要假設是政府 提供一個智慧的安全機制來提起駕駛嗎? 是 那我們會將超正波感應告的距離也都顯示在這個上面 你剛剛講的紅綠燈跟這個連動是什麼 紅綠燈當他是紅燈的時候 那這個路口的停止線偵測他就會啟動 那如果超過他就會警示 然後這個已經可以控制 綠燈的狀態下他就不會有任何反應 我有一一點點沒有了解到 我現在看到都是一些提醒而已 就是有沒有一些緊急的一些安全的機制 現在好像都是一些感覺啦 我的感覺都是一些小提醒 有沒有一些補充 這些有一些安全的機制在裡面 好不好說我沒有理解他 對 沒錯 呃 有冷力取信的時候他就會知道 這樣子是 呃 不能這樣子 或者他一定會助理一下 不能在紅綠燈的時候 可能會被取離開的 給你一個 有沒有簡單的定義 這個主題是什麼 是一個路口的安全偵測器 安全偵測 安全偵測 那如果你有違反規定 他會反饋到電腦上面 那電腦會跟你說 就電腦會跟你說 例如說你現在已經超過停止線了 對 廣醫師 因為我對安全好像 你有感覺到那麼強烈 如果你還要想到 如果安全可以補充 你再補充一下 好 呃 這樣子 就會有 呃 在穿過馬路的時候 如果 駕駛 我知道 已經知道 多分了 但 基本 穿過 這個白馬之前 他就一定不會閃 你的城市呢 有所謂 我們這一次 我這邊打扯了 這一次 很快的 這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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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這個車 他會 看 比較紅綠的 下面那些箭頭 就是那些 層頂上的裝飾 所以你覺得提供警示就可以提升安全 那我覺得 因為比賽時間有限 那如果 更有時間的話 我可能會在前端 就是比路可有一段距離的地方 可以增加一個真正 那如果 他前面已經是紅燈了 可是他在那裡還開太快的話 那我會把這裡 給行人的紅綠燈 調成紅燈 然後 在這裡 先提前做一個警示 那你們這些是什麼合作啊 在製作過程中 我們先想好 就是會畫一些簡單的設計 那 我會寫區塊的程式 他會將大的架構寫出來 那我再講角色 會出 把他綁到這裡做一個整個 那大部分的場景是他來的 那我 一開始是負責把硬體結好 和整理好 這樣子 所以有關硬體的程式 都是你負責 然後你是大部分負責這個Ui 還有Ui 場景的製作 建立自己 那你們在談到這個題目的時候 你們那時候有沒有一些構想 就是說 針對這個題目 你是不是很快就想出怎麼來做 還是 有什麼醞釀的過程 大概花了五到十分鐘 來討論這個題目 其實 我會想各個方面 看哪個方面 比較 在這個有限的時間內 比較容易持續 那就覺得他來的時間 所以 你是不是有設定 他就做超級的 對 你是不是有設定 他就做超級的 你是不是有設定 他就做超級的 對 你是不是有設定 如果說他提前 有設定 前面在推一個大小的 有設定 對 你其實他變得 在這個 沒有設定 大小的 有設定 他也在去 好 我們是